生命电视与您一同 以菩提心观世间情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错误了呢 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错的呢 就是我们一直永远都站在 我们自己的立场 永远都站在这个 永远都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种 狭窄的这个范围当中去 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 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错的 但是呢另外一种终观的方法呀 这个前几天我们说了 我们看到的是精致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运动的等等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是它就是已经超越了 就就就就稍稍超越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层面 那个时候就是能够这个证明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这些固体的东西是 不动的精致的这个观点 不是我心里面想来的 就是我眼睛看到的 但是呢它的它的本心就不是这样子 在纤维镜下面呢 我眼睛看到的也不是这样子 然后就算我通过这种通过一种 推理的方法推的话 那它的这个结论也不是这样子 我推出来的结论 跟我纤维镜下面看到的 这两个结论是一样的 它是设设可可都在这个云洞 在这个上面呢 没有一个精致的东西 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简单了 我们的也原来我们看到 这个是精致的是错误了 这就很容易了 但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纤维镜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是佛的坦诚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个谁能够看得到呢 这个就是修心以后 我们的燕尔比斯神上面的 这些无垢 取消了一部分 断除了一部分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看得到 这个是佛的现象 这是佛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佛经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精致是错的 而且我们看到 它是不清静的现象 这个也是错的 这样子有办法证明 有办法证明我们 一个逻辑后面就可以延伸 延伸出很多逻辑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这个是不清静的现象 就是一句话 但是呢我们要再去 再进一步的证明 到底是不是不清静的现象 这个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证明 如果我能够继续能够证明 这个我的这个理由的话 能够能够这个 能够证实这个理由的话 这个就是理由的理由 只有第二个理由来证明 我第一个这个根本的理由是对的 我的根本的理由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有办法的 没有一个办法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说 就是说我们的焉而彼此生 看到的是永远都是准确的 他不会有任何这个漏洞 他不会有任何错误的 能不能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理由呢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观点 就是有错误了 我们有这个漏洞了 我们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理由啊 他就是有出出问题了 但是呢没有 没有这样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样子的这个 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理由 任何一个人都是说 拿不出这样子的理由 比如说我们 我眼睛看到的是永远啊 就是直上我眼睛在正常情况下 看到的就是永远都是这个啊 真是正确的 这个看不到 这个找不到 没有办法想 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理由 只只能说呢 在相对的情况下 不观察的时候呢 啊我们可以说啊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精致的 我们看到的也是精致 实际上他也就是精致的 不懂的啊 这个佛像是不懂的 这个啊 这个其他的动摇的东西 像空气啊 这些是懂的啊 佛像是不懂的啊 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 相对的 还没有没有进行任何观察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子 嗯 这个不能没有什么说服 所以我们啊 非常容易 证明啊 我们看到的是错误的 这个是 很容易的 但是呢 我们理论上知道 我们看到的是错的 啊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错误的啊 这个时间霸风是不对的 没有意思的啊 然后就是人生是无常的 一切都知道 很明显清楚啊 啊 但是我们还是去追求 这个人时间霸风啊 嗯 还是去追求这个金钱呢 啊 还是觉得这个金钱好啊 有名好 有礼好啊 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啊 因为我们的修行 嗯 不到位 不是我们的观点有错误 观点是没有错的 但是修行不到位 我们观点啊 是已经不错了 嗯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修行呢 啊 跟不上我们的观点啊 他就跟不上 嗯 他跟不上 如果这个观点跟修行的 这个距离 我们不能拉近 永远都是有这么 这么这么长的距离的话 那我们这个观点呢 跟我们不会带来什么 直接的这个啊 这个利益 嗯 我们永远都是凡夫人 永远都是凡夫人 啊 这是在凡夫人当中啊 啊 就是这个 呃 观点就是比较准确一点 啊 其他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观点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嗯 啊 呃 所以还是最终还是修行是 修行是非常重要了 啊 但是呢 修行之前啊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个 啊 很坚定的 坚定不易的观点啊 啊 如果没有这样子观点的话 我们的修行 随时都有可能 这个动摇 嗯 这个不是我们的修行 自身有问题啊 就是我们的 这个观点呢 啊 我们就是 就是没有学的话 当然没有什么观点了 这是我们的观点呢 不坚定 嗯 不坚定 所以呃 就经常都呃 观点上面呢 就是受到一些影响 在我们的观点上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是没有学习的动力 呃 没有学习的动力 没有学习动力的话 永远都不会有修行的进步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讲这个 这个文思修 文思修啊 一定要这个呃 这个结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传播的方法也是这样子 以后我们传法的时候 传播方法也是这样 我们是啊 这个文思修结合啊 也就是说 这个理论跟实践 用我们俗话来讲啊 这个理论跟实践是要结合的 那要这样子的方法去传播 我们光是传播一个时间的方法啊 这是一个修法也不行啊 光是传播一个观点啊 也不行 嗯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了 嗯 我们这两年呢 讲的这些 呃 我认为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就 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修法 比如说一个人物的修法的话 那首先是讲啊 这个观点啊 这个简介 嗯 讲完了以后呢 去讲这个怎么样去这个修啊 修法啊 是整讨的 哦 这个是很重要啊 这个传播的方法啊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学习的方法 也是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观点也要学 方法也要学 修行的方法也要学 学完了以后还是要修 哦 这个很重要了 啊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啊 啊 这个从否定的角度来说啊 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子 理由就是因为是错误的现象啊 啊 啊 这个刚刚刚讲过了啊 是不是错误的现象 是错的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错的啊 是错误的啊 只是我们以前呢 根本没有去学过这些东西的时候 连西方哲学这么前的东西都没有学过啊 佛教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 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些 这些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认为 只要我眼睛看到了 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个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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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这个啊 范围当中啊 它是很权威的啊 很有说服力的 眼睛看到了啊 就我认为是有 眼睛看到有就是有 眼睛看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啊 我们已经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也就导致了一些这个 嗯啊 一些这个错误的观念呢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认为是不存在的啊 只要存在的东西 应该是看得到的啊 这个上面就就出了很多这个啊 啊 错误的这种观点了 嗯 但是呢 我们慢慢的啊 现在呃 大家都知道啊 实际上啊 其实是这个看不到的东西 呃 不一定是不存在的啊 不一定存在的东西都能够看得见的啊 大家慢慢这个呃 科学的呃 这个 科学呃 观念发展了以后 的普及了以后呢 呃 就这有很多东西呃 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啊 非常有利 就对有些 想有些有些有些宗教来说 也许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啊 对我们佛法来说 这是非常有利的 一直都在就 一直都在这个 在证实这个这个 自然科学呢 它一直都在 呃 证实一些 我们佛教里面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啊 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啊 怎么样 怎么样去考虑都可以啊 这个思维的方法是什么样都可以 就最后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啊 这是新的逻辑的方法也好啊 旧的逻辑方法也好 新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观点也好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啊 只要能够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 方法都是就就都都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啊 这是这个证明啊 这是这是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啊 然后理由成立了以后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啊 凡是是错误的现象啊 是不是一定不符合这个物质的本啊 本质啊 这个就是要这个要看 这个叫做同频周边啊 凡是错误的现象啊 都不是都不是啊 这个无知的这个 都不适合物质的这个啊 本性啊 不符合时机 就是这个意思啊 凡是错误的现象啊 凡是错误的现象啊 都不符合啊 时机啊 这个对不对啊 这个是肯定对的啊 如果符合物质的这个啊 符合时机的话 它怎么是 我们怎么证明它是错误的现象啊 它如果我能够证明它是错误的话 它错在哪呢 因为它不符合物质的本性 所以它是错误了 那如果它符合这个啊 它符合这个时机的话 那它怎么 这个怎么叫做错误的 这个不叫错误 这个很容易了啊 那这个很容易 那这个容易的话 这就已经已经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呃 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错了啊 就这么简单了 是错了 是错误了 那这个世界错了 那是什么世界是不错的呢 啊 相对来说 八地菩萨的是不错的 没有错误的 嗯 但是只能说是错误的 最后呢 啊 这本书的后面也讲了 最后呢 凡是看到的东西 清净的也好 不清净的也好 哦 都是不对的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从八地菩萨的这个 呃 从八地菩萨的这种 呃 这种境界来讲 讲的话啊 无论我们看到这个 拜之事 看到是黄色啊 的也不对 看到是这个 拜色的也不对 本身看到 这个东西 本身看到是一张志 它根本就是错误 本身就是错误 那那样子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下面 还是可以分一个错和不错 啊 啊 然而就是一样的 从佛的境界来看的话 嗯 从佛的境界来看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 啊 啊 都是错的 嗯 最后的真正的 这个绝对的准确 才是这个佛的 佛的境界当中 所看到的啊 佛的智慧才是 最终的境界啊 这个最终的这个 呃 真正的这个准确 就是佛的啊 智慧 嗯 还没有到这个佛的境界 之前啊 我们看到了这个 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啊 不清净的世界 清净的坦诚啊 各种各样的 都是啊 在他们之间 相比之间 之下是有啊 错和不错 那准确和不准确的 这个分别 但是呢啊 就这个 从佛的角度来讲 都是不对的啊 那最后剩下的 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的就是心的本心 嗯 心的本心 如来藏 光明啊 空心啊 就这两个字了 就是再也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字 就光明 就空心 这两个字啊 真悟就真悟了 没有真悟的话 也就没有办法再说了 呃 但是呢 要将这个 要将这个 自己的体会的时候 我们是用其他的字 来可以可以形容 比如说啊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密宗里面 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啊 上师给我们串了 这个法 以后呢 我们自己去修啊 修了以后呢 当我有一定的这个 我自己 至少是我自己 有一点这个啊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 经节的时候呢 啊 然后就是啊 回去 啊 给上师回报啊 也就是一个啊 一个回报 就讲我的这个感觉啊 然后呢 上师就是检定啊 我的这个 是不是真正的 这个证悟了啊 就是一个这样子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允许用这个 呃 这个密法里面呢 或者这里面的这些 这些 这些俗语啊 一个都不允许用 我不允许说是光明啊 不允许说是空性 比如说我给上师说 我证悟了空性了 我认为我的心是空性的 我认为了我的心是光明的啊 其实这个就没有说任何事情了 那这个书上面本来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说没有办法真实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不允许用任何这些这个俗语都不允许用的 嗯 不允许用那怎么样去说呢 就是将我的体会 就是用我的日常生活的这种 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语言啊 用这个语言去表达啊 我的这种感受啊 这个时候呢啊 上师知道你证悟了 或者没有证悟啊 有些人 以前法王也在课堂上的讲过啊 那个我们没过一段时间就要 就要靠要考试 靠的就是这种考试啊 我就一直法王都二十多年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三次 就靠了这样子的诗啊 考过这个三次嗯 那有些时候 这个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试的啊 所有人都要考试的 但这个考试不是啊 不是背诵什么东西 不是讲理论 就是要讲自己的呃 这个体会 那那那那个时候呢 法王在课堂上也讲过 有些人来就就讲一些中观的啊 俗语啊 一大堆的中观的俗语专用的词啊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密宗里面的 这个专用的词 说上是我心的本心 什么什么什么样啊 这个是不说明任何问题 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啊 啊这个坚定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观点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 那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用的 这个时候就是用呃这个普通的这种呃 语言来表达 那有没有办法呢 就是逐渐的就是还是有办法表达的啊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珍贵的这个书语就两个字啊 光明空性 完了就没有了 光明和空性的心的本性是光明和空性 佛的坦诚也就是光明也就是空性啊 佛的坦诚也是这个嗯 最终就是这个就是佛的坦诚了啊 啊 佛的坦诚也就是这样 我们的世界的本性是什么 就这两个世界的本性说了很多很多啊 有些人说是微物 有些人说是微信啊 然后我们佛法里面呢 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为这个威斯宗 有说是这个啊 有这个小乘有说是那个 很多种的观点 但是呢 最后就是像报心论里面有一个机子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我以前应用过很多次啊 这个才是真正说明问题的一句话啊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啊 啊 啊 这个 首先一个比喻啊 比喻是什么呢 比喻就是大敌啊 他是啊 他是这个依靠啊 水啊 存在的 也就是很多地下水啊 啊 对 这个地面下面有水 这个地面下面的地下水啊 然后水是这个依靠啊 其风啊 啊 这个就是说啊 这个世界就是在空中啊 就是在这空中啊 那就是下面是缝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啊 佛法里面的一个世界观的啊 说法 嗯 缝啊 那缝 那缝 它是依靠什么呢 缝的下面就是没有了 缝就是在这个空中啊 就是空中 空间就是空气啊 空气上面就是水 水上面就是滴啊 就是这么这样的 当然这个是一种 一种这个 一种 另外一种这个 这个世界观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我刚刚 前几天见过 这个为什么不一样的原因啊 这是一个比喻 然后呢 他要说明 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的烟 我们的乌云 包括肉体 是依靠什么呢 就是依靠烦恼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世界是烦恼啊 创造的啊 依靠烦恼 就这个意思 因为有了烦恼 有造业 造了业 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世界 那烦恼 它是依靠什么呢 烦恼就是依靠 我们的这个电到作业 就是说 长啊 经啊 等等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 世界是长的 不灭的啊 世界是清净的 世界是自我的 有自我的存在啊 等等 就是这些这个主意 就是这些这个观点啊 烦恼就是 来自于这个观点啊 那这些观点 来自于什么呢 这些观点 就是来自于心的本性 嗯 嗯 心的本性 来自于什么呢 心的本性 不来自于什么 心的本性 就是光明啊 心的本性 是没有这个来源的 心的本性 就是光明 心的本性 是空性 那在这个空性上面呢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啊 往回的话 一切的基础 就是这个空性 一切的基础 就是空性和光明 嗯 那我们现在 就是要争悟的时候 就是要突破 这么多的 就烦恼啊 还有这个颠倒的座椅啊 也就是这个心里面的很多这些 不清净的念头啊 然后就是进入 然后就是进入这个 心的本性 光明当中 好 这个 这一句话是 无论是在宪宗也好 密宗里面也好 非常重要的 这一句话的意思 你们 了解了以后呢 就是了解了这个 闲密的 就是 就是已经揭开了 很多很多闲密的 这个难题 如果证悟了这一句话的话 那就是闲密的所有 或者是一专 第二专法轮跟第三专法轮的 所有的观点进化 证悟了 证悟了 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 这个 这么重要的一句话 非常重要了 嗯 然后这个证悟 证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 这个证悟了以后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通过修行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观点就是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坚定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真指正见 有些观点 初误的观点 就是越来越靠不住 越来越靠不住 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自以为是 是很是正确的 但是呢 越来越就是 进不去考验 真正的观点 就不是这样子了 越修行的时候 就是越清楚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新的本性 广明 这个就是真正的 佛的这个 坦诚 今天我们讲到的 这个佛的坦诚 也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佛的坦诚 在除了这个 佛的坦诚 以外的 所有的这个 这个现象 无论是清净的现象 无论是不清净的现象 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看 都是都是错误的 唯一的这个 新的本性 广明才是绝对的 这个绝对的 这个准确的 这个这个也就是说 先呢 这个禅宗里面 这样的明心 坚信呢 或者是佛心呢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佛心就是这个 明心坚信的 这个明心 也就是这个 明心坚信 佛心 这个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本性 本质 就是这个 在佛 这个密宗里面呢 经常也讲 这个叫做 自然本质 自然本质 自然 为什么叫做自然呢 因为它不是我们修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存在的 它从无事以来 就是一直陡在 这个我们的心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的本身 本心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没有收过 任何的这个 盖凿 它不是 它不是我们创建的 它也没有经历过 我们任何的这个修盖 它就是这个自然的 所以叫做自然 本质 为什么叫做本质呢 因为它是 它是一切无知 一切这个 这个现象的 本体 本体 所以叫做本质 为什么叫做质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智慧 它本身就是一个智慧 它也不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 像虚空一样的东西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虚空一样 但是它不是 它不是什么也没有 它也有这个智慧 它有智慧 所以叫做自然本质 密宗里面就讲自然本质 大圆满里面 大圆满的上层的大圆满里面 讲这个自然本质 这个叫做 然后就是下层的大圆满里面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菩提心 大圆满里面 这个叫做菩提心 这个有很多名字 在佛教里面 就非常非常多的名词 我就是随意将它的名词的话 说出它的名字的话 也可以能够说出来 十多个 几十个 几十个 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都是它的名词 那佛就是用这么多的这个名词 属于来表达什么呢 就是表达这个 我们的心的本性 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这个 这个名词呢 每一个名词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它的 创造一个这样名词的必要性 每一个名词都是 但是它表达的意思呢 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这个 它需要为什么 就是不用一个名词呢 这个是有原因 这个是有理由的 有道理的 但是这这么多的名词 它最终就是要表达一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心的本性 然后我们最后也要证悟这个 证悟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就像它有 它一个东西 有那么多的名词一样 就是一个证悟的境界 大道要 要达到的境界 就是一个境界 但是呢 就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这么多不同的方法 它最终要达到什么 它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 这个证悟这个 这个境界 它有那么多的名词 佛就是用那么多的名词去形容 让我们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用那么多的方法 让我们证悟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进化 这个证悟了以后呢 就证悟了 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证悟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终点 其他的我们这个世界的 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 都是很这个 很浅的 都是用来就是 就能够满足一些 我们人的一些 人类的一些 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需求 所以就是创造了这么多的 这个知识 这么多的文化 佛是用那么多的名词 用那么多的方法去 这个表达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 这个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谈证 除了这个谈证以外 所有的其他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理由 我们话就说回去 刚才我们的这个理由 是我们是 我们说的是 我们说这个时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时阶 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是错误的现象 那这个错误 说对了没有 说对了 都是错误的 这个成立了以后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同频周片 一频周片 都已经成立了 成立的话 那就是在观点上 我们就是明白了 这个世界 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实际上 不是无知的 这个本性 这是一种幻觉 这是一种幻觉 然后就是这个 这是政治正见 这个叫做政治正见 这个是我们 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两个推理的方法 一个肯定的推理 另外一个就是 否定的推理 你们也要学一学 这个中观 你们平时 我们都就比较 有些多数人 就是比较喜欢说 实修很重要 这些逻辑 没有必要去学 这是浪费时间 但是实修 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实修 怎么样去修 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问题 实修 我们要创立一个 这个新的观点 然后去穿习 这个观点 叫做修心 那怎么样去 就创建 这个梳理 这个新的观点 我们原来的 这些日常生活 当中的这些观点 都没有什么 可以修的东西 这个越修越麻烦 就是因为我们 从无事以来 修这个 已经现在到这个地步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修 那要修的话 当然是要梳理 一个新的观点 新的观点 怎么样梳理呢 能够有温死 才能够梳理 不问 不思 不思考 那怎么样去建立 新的观点 没有观点 我们修什么 还是 这个还是要学一学 这方面 这个推理的方法 还是学一学 推理的方法 学一下 我想这个 佛教里面的 这个 这个逻辑 这个移民呢 他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西方科 哲学里面的 这些这个逻辑 完全是不一样 他西方科学的 这个逻辑 他就是 他就是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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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里面的 一部分而已 如果要去 找漏洞的话 可以找到很多漏洞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真正的 这个超级的编证法 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得要 你们也要学一学 学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推翻很多 我们自己的观点 我们是想推翻 我自己的一些 不准确的观点 然后再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去 证明一下 这个 让 让其他人也就是 明白 我们现在的 想法是错的 如果既然成熟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子 但是主要是 我们是要证明 给自己证明 我现在是错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同品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正成营 来证明的方法 证明 这个 一切法 是佛的 这个 现象 这个是 这个方法 然后在 这个是我们 学这个法的时候呢 这个参考的书呢 就是这个 上次也提到过 这个丁杰宝敦论的 这个第六拼 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大约 不是 大黄花王 这个光明藏 看不无所打 就翻译了 这个里面呢 他的 就讲观点的时候 就讲了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观点呢 同属一动的 这个也去学一学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在藏文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这个 这 这方面 关于这方面的 这个轮点 但是目前我们就是 翻译成这个 韩文的这个版本呢 我想就是 就是这些了 目前我们可以 看到的就是这些 但是这些里面呢 讲的 只要这些 这些 这些资料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话 也是可以完全能够 证明的 这个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学这个的 同时 你们也要 看一看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书 也是很重要 看了以后呢 还是要去思维一下 经下来 思维一下 这个里面 讲的到底是 对不对 如果我认为 不对的话 那怎么样 不对 他哪里错了 我有什么 我就凭什么说 这个错了 我有什么样的 这个证据 来证明 他是错的 这个也要想一想 如果我 也不觉得他错了 我也不觉得他对了 那这种态度的话 这个就是 根本就没有去思考 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只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文思修里面 这种人就只有问 听了都听了 但是没有去思考 没有去思考 这个对不对 就根本没有去思考 修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文 就这种听了 只有听了一下 还没有去 这个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是不对的 这非常重要 要去思考问题 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遇到 这样子的 非常殊胜的法 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样子的机会 我认为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 这个也不是我认为 这个佛经里面 经常提到的 其实佛经里面 经常提到的 我们自身也感觉到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经常说 谁福报大 这个有福报 那个有福报 谁有什么 就福报大 所以就不生病了 福报大 所以发财了 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不是什么福报 如果是福报的话 那这也就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 一个很小很小的福报 不是福报 这个不叫福报 有一点点这个经济上的 有点点成就成功 这个有点点 事业上的成功 其实不是什么福报 这个不叫福报 真正的福报是什么 就是能够接触到 这样子的法 不但是接触 而且就是 有一点这个体会 有一点这个人事 还不说体会 先有点点人事 然后人事之后 还是有一点这个体会 至少觉得 这个是很不错的 在实际上 应该是这样子的 只要有这样子观点的话 这些才是真正的 这个修来的福报 就是有福报的人 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有福报的人 才能够 才能够 有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观点 这个修法 其他的就 就不叫福 不叫福报了 所以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这个珍惜 有机会的时候 就是要去珍惜 怎么样去珍惜呢 我刚才说的 还是要去思维一下 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惊下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我们 佛法里面讲的呢 佛理是什么呢 处处都在讲理论 讲理由 讲道理 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证明 但是呢 我把我的意思枪架给大家 一定要这样子觉得 一定要这样子承认 我没有这样子的 处处都是有这个理由的 但是呢 我们不去思考的话 这些 这个 感觉不到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认为 是发财很重要 我们大家都认为 发财是非常非常重要 健康很重要 然后这个之后 就是发财很重要 然后再有希望的话 就是出民 民理很重要 大家都是这样子认为 凡夫人都是这样子认为 但是这些都是有层次的 我们还没有 还 这个我们的层次很低的时候呢 还不会去想什么民理啊 这些不会去想的 那个时候就是 只要身体没有病就好 没有病的时候呢 还要有一点点钱就好 有钱了以后呢 就需要的就更多了 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是 当然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子 但我们凡夫人 当然会这样子认为 这个是 当然可以 我自己这样子也好 别人这样子也好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最关键的 就是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 最重要 一切现象 也就是说 万事万物 就是佛的贪称 用推力的方式 去证实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就是佛的贪称 那推力的方式 前面讲了 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接着 就是讲一些 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六道终生 同时看一个无质的时候 一个无体有不同的现象 一个世界也有不同的现象 一个宇宙也有不同的现象 那是因为终生的这个 业力不一样 所以他们看到的现象 也是不一样 那这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这个现象 它有没有一个 共同的现象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这里讲的是这个问题 它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呢 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过了 定界报登轮的第六品里面 就是讲这个问题 共同现象是有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共同的现象 那这个共同现象 在什么样的前提下 可以成立这个共同的现象呢 第一个 上次讲过了 六道终生的这个共同的现象 只能在相对 只能在相对 可以成立这个共同的现象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对人来说 这个共同的现象是什么呢 比如说一条河 对人来说 这个共同的现象 是水 水就是共同的现象 那地狱的终生 还有恶归岛的终生 还有天界的终生 他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水呢 那个时候应该说 实际上这个客观上 这个野体就是水 但是呢 众其他终生 就是因为他们的野力的轻重 这个现象也就是 随着这个野力的轻重 而有变化 那变了 有些众生就看到 把它堪称为这个农雪 有些众生呢 把它堪称为这个甘露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水 要这样子讲 但是这个是相对人而说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天人 天界的终生的话 那那个时候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说 这个共同的现象 是甘露 那其他的终生 为什么看不到甘露呢 这个时候应该说 因为他们的野长比较深重 所以他们看不到 这个五知的这个本体 实际上这个是甘露 要这样子讲 依次类退的话 那所有的其他终生的这些现象 也是这样子 那八地菩萨的时候 八地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要说 实际上 这个万事万无的本体 就是像八地菩萨 他们看到的这样子 佛的坛称 那个时候也一样的 同样的问题 那其他的终生 为什么看不到这个 佛的这个坛称呢 因为其他终生啊 就是有这个比较深重的这个野障 所以他们看不见这个佛的坛称 但是呢 实际上是佛的坛称 要这样子讲 然后再往上的时候 就是佛的境界了 追踪 追踪就是佛的境界 那个时候要说 实际上就是万事万物的真正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本体 其实 现在佛所看到的这种现象 才是重极的这个真理 就是最后最后的这个真理 它是永远都不会有变化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所有物质的这个 所有物质的这个本体 那这个物质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如来藏光明空性 那它是物质的本性的话 为什么众生看不见呢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个罪业 主要就是业障 主要是有业障 所以众生看不见 这个物质的本体 实际上物质的本体 就是佛的境界当中所看见的这个光明 最后就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物质的本体 这个叫做佛的贪嗔 真正的佛的贪嗔 也就是这个佛的清净的现象 佛这个清净的现象呢 就是这个叫做如来藏 这是如来藏 这是最终的共通现象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共通现象 有两种共通现象 惯代的或者是相对的 相对的共通现象 和绝对的共通现象 相对的共通现象 就是只有贯呆才能够成立 相就是因为人对人来说 水就是共通现象 对地狱的众生来说 这个贴之同之 才是这个共通的现象 对这个天阶的众生来说 干露就是共通的现象 这个就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 管代可以成立的 然后这个是临时性的 也就是这个相对的 这个共通现象 那最后的这个终极的 也就是永远不会有变化的 真正的这个 这个共通的现象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佛的这个 真正的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什么 佛的境界就是 如来藏光明 这个就是佛的境界 这个叫做终极的共通现象 为什么要讲这个共通现象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就是说 本来这个诗节 这个物质 它就只有一个本体 它是不会有很多种本体 本质是只有一个本质 但是呢 现象就不仅是一个 现象就是因为 随着这个终生的业力 有各种各样的现象 但是它的本体呢 就是只有一个本体 那只有一个本体 那第一个 只有一个本体 那这个本体是什么 这个本体就临时 或者是相对来说 就刚才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对于人来说 这个本体就是水 对于天人来说 这个本体就是甘露 就是这样子说 但是这个是不成立的 这是临时才可以成立 临时 这是一个暂时性的一种 这个观点 它是不是这个 不是绝对的 这是这个相对的 绝对的真理就是 这个是佛的贪嗔 这个上次我们讲的 这个 这个宝心论里面讲的 就是 我们的五云 就是包括肉体 依靠什么 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烦恼 有了贪嗔痴 就去造业 造了业以后 就是 就是现现 就这样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 包括肉体 这个无蕴 就是 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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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 也可以说是 依靠 依靠烦恼 烦恼 来自于什么 或者是说 烦恼 它依靠什么呢 烦恼就是依靠 这个 不正常的这些观点 我直 等等的这些观点 然后这些观点 依靠什么 这些观点 依靠行 心就是我们的仪式 依靠我们的心 行 它依靠什么呢 心 我们的心 仪式 仪式 它依靠什么 依靠这个 这个心的奔心 甚至奔心是什么 就是光明如来藏 光明如来藏 依靠什么呢 光明如来藏 不依靠什么 光明如来藏 是没有任何这个 有 无 等等的 遍际 远离一切 遍际 远离一切 细论 所以 它是不依靠什么 不依靠什么 这个是 我们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 显宗的 如 这个 包行轮 还有 包行轮的 这个 跟一句 有很多这个 第三专法论当中的经典 里面都是这样子讲的 这就是说 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这样子 公通的观点呢 就是因为要 这样子 首先就是要承认一个 公通的观点 这个公通的 公通的现象 公通现象 为什么要有公通现象呢 如果没有一个公通现象的话 那就是 这个 实际上 本质上 就是有这么多的 实际的话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 不侵静的 实际 它的本质 也就是不侵静的 佛看到的 实际 是清净的 实际 它的本质 也就是 清净的 这个 实际 这个 清净的 实际 跟不 清净的 实际 之间 没有任何 关系 它是两个 独立的 这样子的 实际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 不能说明 我们的 这个世界 就是清净的 世界 不能说明 因为这两个 是没有关系的 佛看到的 世界是 清净的 我们看到的是 不清净的 但是这两个 是两个 世界 这之间 是没有任何 关系 这样子的话 就不能 不能说明 我们的 这个世界 是清净的 不能说明 所以就是要 首先要去 这个 去这个 讲 共同的现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共同现象 那这个 是不是为了 为了 说明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 自己去主观的 建立一个 这样子的 这个观点 是不是 它不是 它实际上 就是客观上 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它只有一个世界 不会 一个世界 有不同的 两种 两种现象 这个我们前几天 也讲过了 一张白纸 正常的人 看称是白色的 有冰的 有淡冰的人 看称是黄色 但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就是不存在 一张白纸和一张黄色的纸 实际上只有一张纸 但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因素 看到的就是两种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体 一张纸 同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就有很多不同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当中 有些现象它是不正确的 有些现象是准确的 那就是佛的现象 因为它清净了罪业 所以它是准确的 这样子 这个是讲 这个共同的现象 共同现象 有人说 这个佛的贪嗔 比如说我们一个世界 有好几种不同的这种现象 那这个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物体 观想为 很强迫地观想为一个 另外一个物体的话 因为幻觉会现象 这个幻觉 就是出现幻觉 有可能把这个物体 就是能看见 眼睛能够看见 这是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幻觉 它就是幻觉 它就是原理 无知的这个本质 它是不符合事迹 所以它叫 这个叫做幻觉 那我们的修行 会不会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不会得到解脱的 幻觉 就是无明的产物 无明的产物 永远不能让我们得解脱 这个是肯定的 只要有政治正见 有智慧 智慧才能够 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 解放出来 幻觉无明是不可能了 所以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要将 要这个去思维 这个公众的现象 这个非常重要的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慈悲置业 高雄中山书方 4月30日 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八观灾界 护生祭慈悲施食 宫勤战山法师祖法 下午1点半 佛学讲座 讲题 鼎诞弥陀 随缘复感 恭请天宽法师祖奖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雪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法会 敬请佩戴口罩 庆祝佛诞节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 《御佛功德经》 《佛仪教三经》 及《佛前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 5月6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御佛功德经》 下午1点半 佛仪教三经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法会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仪教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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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去伐墓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真的会来迎接我们吗 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请师父做答 首先我们刚刚说了 祖先死后 会有六种的可能嘛 三善道跟三恶道 他除非在三恶道里面做鬼 而且很执着在当地 所以来说我执着我的坟墓 我执着我的牌位 他才可能会留在那里 那你后代子孙去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 有人来拜我了 就是他要做鬼才可能在那里 他如果不做鬼 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 或是牌位那里